为了因应新流感国光生技他们的疫苗呢 现在我们看到预计在10月底就会出第一批货了 不过这里面一瓶有20毫升 等于是40人他们的注射剂量 引发质疑说 如果说没有一口气打完40人会不会浪费疫苗呢 我们带您回来了解 新流感疫苗10月1号就要开打 紧接载后国光生技针对新流感制备的这一层安定词也得开始接种 但新流感疫苗采用瓶装量饭包 也引发质疑难道注射疫苗也得揪团吗 那些工厂没有预计说世界上有这么大的需要量 所以单包装的增剂呢 事实上目前也是处于相对缺货的状态 即使你想买单包装的增剂 有时候你也不容易买得到 专家解释疫苗用瓶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遇上新流感 这细细针筒全球都缺货 不得已采用量饭包 安定服一瓶20毫升可以注射40剂 但疫苗开封后只能保存一天 外界担心如果没有打到需要的量 可能浪费疫苗 0.7毫升的疫苗呢 大部分也是只能打0.5毫升 那现在做成20cc的疫苗呢 其实不见得是比较浪费的 有一些比较少的地方 比较偏眼的地区 真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那由卫生单位来删脑筋 那不应该让民众去删脑筋吗 疾管局挂保证要民众别担心 详细疫苗施打方式还在眼里当中 毕竟这一针非常珍贵 一定会妥善规划 一记都不浪费 中立新闻范馨宇陆维 台北猜浮道